您家的宠物保险了吗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 2021年新生儿的登记数量 累积到9月底址 大概有11.2万人 但是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 却统计出同一个期间内 全台猫狗新增任养的登记数量 高达15.8万只 正式超越了新生儿的登记数量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 宠物逐渐成为家庭重要的陪伴者 和人一样 宠物的医疗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但是宠物没有健保 所以台湾宠物县的需求 这几年都成倍数成长 但是比起先进国家 台湾宠物保险市场的发展 仍较为落后 业者也还在摸索 怎么设计出适合台湾社会的宠物保单 目前台湾宠物保险的制度如何 又有哪一些条款可能发生争议呢 那看独立特派员记者万真文 黄振渊的分析报道 希望饲养宠物的人理解到 你拥有的是一个生命体 你要对它负责 我今天要保了 但是我不能保到它一辈子 这件事情对于客户来讲 没有那么多安全感 可是这是目前台湾 还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这次宠物就是我们的小孩 所以我们其实也很希望我们自己的小孩 能有一份正常的保险 摸摸 摸摸是Cary羊的虎斑猫 一起生活五年多来 她和摸摸之间 早已产生难以替代的情感 像家人 你上班的时候 她就会目送你出门 你回到家的时候 她就会在门口迎接你 有时候可能你会跟家人吵架 跟男朋友吵架 你会自己在房间里面 可是猫咪其实她都会跟着你 她自己用的不关我的事 摸摸你看你在皮 淘气的摸摸现在有家 还是家里的开心果 但在这之前 她是三餐不计的流浪猫 Cary收养她之后 花了不少心思照顾 其实Cary最希望的是摸摸身体健康 不要再为疾病吃苦 而身为上班族的她 心中还有个隐忧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就会担心 猫咪会有慢性病 那慢性病的话 你就是一直要去看医生 可能费用会比较大 Cary的隐忧 其实也是不少台湾人的烦恼 农委会最新发布统计资料显示 2005年全台登记 饲养猫狗的总数是136万只 到了2021年约有295万只 16年来成长超过两倍 内政部也指出 2021年全台猫狗新增 任养登记数量 已经正式超越出生人口 这几年人口老化速度非常非常快 尤其是长者 那独居的时候就比较无聊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饲养一个宠物来陪陪自己 这恐怕变成一个趋势 台湾饲养宠物的风潮 越来越兴盛 宠物保险市场就逐渐出现需求 只是这些相对新兴的保险产品 哪些规则可能引发疑虑 理赔的方式又真能帮到 寺主和毛小孩吗 趁着这一天 台北的雨终于停了 Elli带着他的柴犬麻吉到宠物公园 让他奔棚过瘾 本来不养宠物的Elli 当初因为女儿偷偷把狗儿抱回家 他就顺势当起的寺主 有一次麻吉突然不断惨叫 家人半夜带他去急诊 挂号费是一千块 然后诊疗费的话 大概两千块左右这样 那你如果有照S光片的话 就是一张是差不多一千五嘛 但他急诊大概六千到一万 应该是跑不掉了 Elli帮麻吉买了份保险 希望王后爱犬的医药费能有个保护伞 但值得注意的是宠物保险和人生保险 其实有个很基本的差异 也就是说麻吉的宠物险 是属于产物险 且一年一约 宠物险在产险一年一保的制度下 保费是一年缴一次 这或许对部分四族来说比较方便 但长期而言 保障却可能因此打折扣 比如说我就知道 他已经有牙齿的问题了 就看到发现洗牙可能要一万块钱 那这时候我再去做投保宠物保险 那投保完等了三十天之后再去做洗牙 那这样子我又有保险的理赔 就是有些客户会钻这样的漏洞 那造成很多道德风险 一年一保的宠物险 也许可以帮助保险公司 规避在四族方面产生的道德风险 但四族必须注意 一年一保也让保险公司 在来年是否续约的评估上 拥有绝对优势 你的毛小孩可能今年获得理赔 来年就被拒绝续保 四族同时也该关注的 还有宠物险理赔的项目与方式 富偶猫米菲和待妹猫娜娜 是两个好奇的毛小孩 难得主人Una带他们出门晒太阳 他们就乐得四处张望 爱猫成吃的Una 现在总共养了六只猫咪 每一只都被她照顾得健康漂亮 还会不时地给他们小惊喜 开吃了 帮他们过生日 就是给他们的惊喜之一 因为对Una来说 猫咪们就是她的生活重心 她还特别拍下许多影片 经营IG 跟大家分享羽猫生活的日常点滴 某天她的一只猫受了伤 她突然摔断腿 医疗费那时候就是 因为那时候没有保险 所以就变成全部都是致富 然后就是她摔断腿那一刻 我立刻就请朋友帮我用保险 一个意外 一个念头 让她帮家里六只猫咪全买了保险 你养猫本来就是要有一笔 给猫的积蓄 但保险就是多少会补助一点 她皮肤比较不好 她好像治了两个月 然后就有就是去送理赔 那赔了大概三千块左右 Una领的理赔金额 是比较难得的全额理赔 因为普遍来说 宠物咸的理赔 几乎都有自负额的限制 自负额的意思就是 不是全额的赔付 那举例来说 自负额20%的方案就是保险公司 她会负担80%的补偿费用 那20%是由氏族自行的来做负担 我们在就诊的时候 其实就像我们人 在就诊的时候 后续其实她在理赔的阶段 她可能会需要跟我们医师沟通 说她要投保 那需要怎么样协助她 这样子他们在做一些开立诊断证明书的时候 才会更明确的 她的需求是什么 而Una要养家里六口猫 也是个不小的经济压力 即便宠物保险帮她负担了一部分 但她有些需求 目前的宠物保险 其实帮不上忙 因为通常你做检查 比如说我有另外一只猫 有点肺炎 然后她是她要去做照X光 她看说我应该要给什么药 就是那时候有做冲洗 有开刀 她把管子放进去冲洗 看出就是有很多痰什么的 可是这个不理赔 理赔的时候 只会理赔必要性治疗的事情 如果今天是预防性的 通常是不理赔的 比如说今天只是做一个健检 或者是帮助她更快的复原 的这种保健食品 也不列入理赔的范围 一个冬日的午餐时刻 几位四主带着自家的狗狗 来到台北市的这家店门口 这是一家对宠物友善的 意大利面餐馆 狗儿可以任意在店里玩耍 因为老板蔡怡婷 就是个很喜欢动物的人 我们这宠物的话 比较不拘束 对 因为我觉得 现在的宠物餐厅 标榜宠物友善 你可能进来还是要关着笼子 狗狗就会不自在 一走进店里 出来迎接的 很常是这只科技犬Mary 她是这家店的店长 也是蔡怡婷饲养的狗 小鱼呢 去拿 小鱼呢 去拿 隔壁 隔壁 对 去拿 小鱼 真棒 蔡怡婷某次参加宠物展 认识的宠物保险 觉得实用 随后立即帮她养的毛小孩投保 没想到她的米克斯狗 地保没多久就用上了 蔡怡婷的狗狗个性温和亲人 但有的宠物可能没这样的好脾气 一不小心造成他人伤害 四组理当付出赔偿 而这个部分 宠物保险就特别罗列 侵权责任这个项目 就是带宠物出门的时候 不小心造成对方受伤 或是物品上的损失 那侵权责任就是提供 这些补偿的费用 只是有些品种的狗 特别具有攻击性 二十三号早上九点多 有一名八十岁年长者 骑着脚踏车 行经云林包中箱中正路 突然被前方跑来比特犬 直接咬伤脚步 虽然女侍主在旁边 赶紧要抱住狗 但这只比特犬 看到旁边送信的邮差 又转向攻击 两人脚步都被咬伤送医 比特犬伤人事件实有所闻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甚至有男童罹难 红索线内米黄色比特犬 被拴在木栈板搭的狗屋旁 来回舵部 他在二号晚间闯下大祸 咬伤隔壁邻居家的 三岁男童腹部 附近居民路过 发现男童倒在地上 赶紧报警 但男童送医后伤重不治 很讨厌吗 很难说啦 那种感觉 比特犬这样的斗犬 他在某几家办公司是除外的 因为他的攻击性太强了 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如果今天造成很大的遗憾的时候 那包囊公司会赔很多的钱 所以包囊公司会去特别除外 这些有攻击性的权支 即便宠物保险能够帮四主负担侵权责任 但就实务上来说 该如何执行 目前并没有法定流程 一旦出事 要获得理赔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二零零四年台湾推出第一张宠物 嫌保单 法人问津 直到二零一八年 保单内容改良后 宠物保险市场才开始有成长 但根据业者的观察 目前保单设计的趋势 是往保障缩水 保费增加的方向走 现在是几乎是每半年 每一年 他都有大幅度的调整 保障的额度从这样 可能会变成这样子 那保费又从这样 变这样子变大 那对于客户来说是 还蛮影响蛮大的 期待有往下的感觉 学者指出 一个保险产品 如果要健全发展 主管机关必须制定 保单示范条款 并厘清相关法律层面的定义 我们一个保险 如果要比较健全的话 最好有主管机关 能制定类似像示范条款 然后有明确的一些 法律上的定义 这样业者相对运作会比较方便 像我们看到的死亡险 意外险 医疗险都会有示范条款 国外的宠物保险行之有年 但台湾的宠物保险才刚起步 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接下来这个市场该如何发展 才能提供对四主更有利的保单 并给几百万毛小孩 一份安心的保障 需要消费者 业者和政府三方 一起努力 宠物成为家庭重要成员 已经是主流趋势 不少先进国家的宠物 甚至还有自己的护照 可以跟着主人出国旅行 台湾相关产业要健全发展 需要更细腻的部署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 我是陈天宇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